你们是不是曾经说过 不会贩售任何的资料 给政治人物或政党 报员是 那能够取得中华电信 数据的也一样不会贩售 子公司的本身 就是一个独立的法案公司 前一秒才信誓旦旦的说 不会贩售通讯资料 但下一秒立刻被打脸 当我们合作的子公司 我们的机房 我们的伺服器 里面的内容是可以出售 四方的它本身是独立的公司 所以它相关的运作 还是要依据法规 你们有合作关系吧 四方本身 你们有没有合作关系 有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 透过电信资料分析 轻鸟行动的群众 引发民进党政府监控疑云 到底资料哪里来 徐晓星大爆料贩卖的 就是中华电信子公司释放电讯 提供了释放电讯 也就是中华电信子公司的data 给他们去进行资料的分析跟参考 所以王一川才会在下午的 争论节目的时候怎么说 徐晓星套路王一川的资料 就是来自民进党5月27号的 党政主管会议 会中除了王一川之外 还有代理秘书长 跟两位副秘书长 而新媒体中心主任张赫顺 就是负责报告 释放电讯的交叉比对报告 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报道 说实在匪夷所思 也觉得很可怕 这个难道徐晓星委员 在监控民进党中央党部吗 面对媒体连三问 林优昌不承认也不否认 甚至反问徐晓星 竟然是党政主管报告 你怎么会知道 而引爆争议的王一川 也暂时人间蒸发 仅在11号被北柬传唤 短暂露面 尽管一再否认 使用手机监控 但随着释放电讯浮出台面 用膝盖响的说法 势必无法让 减掉买单 欢迎新闻 王军永 柯主营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